嗨,大家好,我是三毛 这一期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飞制250亏电了 怎么让它着火 OK,咱们看一下 我的车辆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亏电状态 打开这个USB 打开这个开关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电压显示 现在是10.4V 是处于一个亏电的状态 然后我们现在拧开钥匙来看一下 仪表有扫码 过程灯有亮起,然后有熄灭 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它没有电碰系统自减的声音 所以有我们打火的话 现在也是打不着的 现在咱们来打火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按下这个开关 那边过程灯就亮起 然后这个全屏全部熄灭 看到没有 现在咱们把开关打开 挂到三挡 来推一下试试 看能不能着火 OK,在推测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三个箱子给它卸掉 要不然太重了 第一步,首先把钥匙插上 第二步,打开开关 第三步,挂进三挡 我们只需要勾两下就可以了 从一挡勾到二挡 然后再勾到三挡 第四步,粘住离合器 第五步,就是去找一个坡度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开始放下坡 放到一定的速度 把离合器突然松开就OK了 当然没有下坡路 那就使劲地推吧 看到没有 着了 一把推着 OK,现在咱们来看一下仪表 这里一切显示正常 但是这个故障灯 还在这里一闪一闪的 是因为处于扩电状态 我们加一下油门 它就会消失了 那没加油门它就会亮起 还得多骑一骑 把电充一充 好了 今天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